水果的秘密 水果五颜六色 吃法各不相同 切块打浆蘸沙拉 你或许以为自己很懂水果 但是那些让人不安的秘密 你知道多少呢 王大妈自己以前很少吃水果 但自从家里有了宝贝孙子以后 家里开始每天离不了水果 但是吃水果的时候 一直有一个问题 昏扰着它 我是一个农村的 以前我们家院子里 种的是有桃子呀 杏子呀 柿子呀 大草啊 吃的都很好 没担心过 你从现在给我大村子买个苹果吃 还要给削皮 那天碰上老结婚说 给孩子吃苹果 千万不能削皮吃 说削了皮 皮的营养比里边人的营养多 说削了皮吃 这等于白吃了 那你说现在 我给的削皮吃 还是不给的削皮吃呢 那么 在我们开心地吃水果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要放弃 水果的部分营养呢 吃带皮水果的时候 到底该不该削皮吃呢 苹果 梨 葡萄 带皮的水果为数不少 水果里的纤维素 维生素 和珍贵的果胶等物质 都聚集在果皮里 但是 它可能也是农药激素 最富级的地方 所以 吃带皮水果时 人们都有疑虑 比如说这个苹果吧 人们都说啊 这个苹果皮里面 含有很多贵如金字一般的营养物质 但是又有人说呢 这个果皮啊 是农药残留 激素 还有这个防腐剂 添加了非常多的地方 一定不能吃 那么 这个果皮到底该不该吃呢 我们还是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栏目组 买了常见的苹果 笔和樱桃 去到北京农学院 希望看看 这些水果的表皮 到底有没有传言中 附集那么多农药残留 北京农学院的赵建庄教授 是专门研究农残方面的专家 他将用他自己研发的农残检测仪 来测定一下 但是 在这之前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 人们为什么会有 吃水果不安全的担心呢 现在买的水果啊 都是又大 又奇心怪壮的 人家就说是 现在这个水果啊 都是通过打激素 打的 长得又大又壮 你说现在我的孩子 我孙子刚五岁 现在开始吃这些 不正常的水果 你说我能不担心 这孩子的身体吗 的确 在我们送去的水果中 赵教授在里面 确实发现了一些东西 那如果这个果子的不安全 那果皮里的 这个农药 有害物质的含量肯定高 那么国家的高毒的 剧毒的药已经禁用了 主要有些中等的 毒性的杀成剂 还有些低毒的 那个杀菌剂 刚才咱们做的 就有一种药 一种果子里边 就有粉座醇 是个杀菌的 在苹果里就出现 粉座醇 是防止苹果虫害的 一种杀菌剂 除了它以外 水果里面的名套 似乎还有很多 比如说您早上去 烧货的时候 看到能经常 往上喷洒一些 什么东西吗 那不会让你看见的 都不会 咱一般现在说 水果上面喷的 打蜡啊 或者农药什么的 打蜡一般就是 国外的进口果的 蛇果呀 其成啊 像雪柚啊 这些东西 它碰上那个光 特别漂亮 能封出来 国胆水果一般没有 那我听说 这个水果还要 打激素的 就喷激素 只听说啊 再也没见过 但是我卖蛇果 我们听了 就是那个 卖那个商人 小贩嘛 那个外面 那岛什么地摊什么的 它卖那个散的商人 它们都拿那个甜蜜树 然后弄上水 给它泡一下 吃着特别甜 但是那个特别不安全 不危险 水果上残留的 各种看不见的东西 一部分来自田间地头 比如彭大祭 彭大祭是让果实 拼命增大增肥的 植物生长调节剂 猕猴桃和草莓 这些水果 都可能要用到 因为人们可以吃到 更多果肉 一部分来自水果 离开果园以后 比如催熟剂 对于海南香蕉 北方的人 如果想吃到 这些热带水果 就要在它们生硬色口 还未成熟的时候 采摘下来 运到目的地后 再用催熟剂来催熟 催熟剂就是乙烯粒 乙烯粒融于水 喷洒到水果上 散发出乙烯气体 可以快速催熟水果 并加速水果自熟 这种利用乙烯催熟的技术 已经使用了几十年 国内外都是如此 那么 这些植物生长调节剂 会对人体健康 产生影响吗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藤大剂增加果肉 但只是会牺牲口感 而乙烯粒散发出的乙烯气体 和香蕉本身散发的乙烯 是一样的 水果要卖向好 还要能保存时间长 是每个卖家关心的问题 除了用植物生长调节剂 水果保鲜 还要考虑其他的问题 也是我们未必知道的 某大型新鲜食品 网上超市的北京供应链中心 每天蔬果的吞吐量 仅二十吨 每天送到这儿的水果 他们除了要严格检测 农产指标外 他们对水果的到货时间 还极其看重 水果在采来之后 还是带有生命力的 它还会进行呼吸作用 随着时间的规矩 这个水是不断地散失 然后各种机体有机物 也是不断地消耗 所以这个水果整整时间越长 然后品质就随着时间下降 那也就是说这个水果 从摘下来到我们手里 还是时间越短越新鲜 对 抢时间很重要 以榴莲美丽 从采摘到入库一天 从出库到消费者手中一天 储藏时间越短 就不易腐烂 水果之所以容易腐烂 是因为被采摘下来以后 水果内部的煤活动加剧 损耗自身物质 同时在运输过程中 发生碰撞挤压 水果表面已出现窗口 微生物进入并大量繁殖 又会消耗水果养分 因此内外加工 造成水果不易保鲜 要减缓水果衰变的速度 既控制它的呼吸 又要防止外界的干扰破坏 防止外界干扰和微生物破坏 什么最重要呢 这个车间的工作人员 每次在发货前 都要挑选出不好的果子 这就是道门之一 首先包装是有三个作用 一个是保护作用 防止它在运输过程当中的 一些磕碰挤压 然后也是方便运输 另外一个也是起到 一个美观的作用 你比如说这个 现在包装起来 看着是比较得体和美观的 像这个蓝莓 这种蓝莓是用保鲜盒来包装的 它既是透气 然后又是不让它里边有太油的水分 会提到一个保鲜的作用 这种硬上呢 像底下是防止磕碰 上面呢是让它有一个能呼吸的作用 这个保鲜膜呢 它是能够让这个水果进行呼吸的 包装好了就能减少外部破坏 而控制水果的呼吸活动 也能延长保存时间 市面上常用的一些方法 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然后现在这个市场上有一些这个 比如说苹果打蜡呀 然后喷防腐剂呀 这些是采用化学方程的 我们是非常不提倡的 所以我们这里面也是不用的 皮肤打蜡不是为了让它更好看吗 它是抑制它的水分 和它的乙烯剂的那个释放 对 缓解它的这个程度和老化 的确我们在路边摊买的苹果 赵教授在里面也发现了果蜡 防腐剂包裹打果蜡 它主要是为了保存 就是储藏密封那些 很多那些呼吸的口 它就会放置得久一点 但是果蜡它也是有害的 保存水果需要付出成本的代价 降低成本 保存不好的话 就会牺牲掉水果的营养和品质 用上廉价有毒性的防腐剂 又会牺牲掉公众的健康 怎么和水果抢时间呢 行业内还有一个秘密 但像他们新发地 他们这种水果就是长途运输 您知道他们从里摘下来 一直到运到他们那边 现在都是冷藏 冷藏车一般 从产地到这边也就一宿吧 差不多 今天下午在六国的第二天 就能到这边了 非常的快 水果的运输最好是冷面运输 仓库保存时 温度要恒定在四摄氏度左右 手工分装也在低温车间进行 即使送上最后的配送车 车内的低温箱也是24小时工作 低温能够减弱水果的呼吸作用 同时低温也控制了微生物繁殖 现代人想尽办法来保鲜 想安全地吃到水果中的营养物质 似乎解决办法都来得比较复杂 而早在一千多年前 人们就已经想到了 它们的方法却来得简单 云贵高原海拔一千一百多米之上 阳光充足 这里独特的自然环境 使这里的甘蔗地道天成 自唐朝开始 这里就有甘蔗种植传统 但是贵州山高风险 每到老邱蔗丰收的时候 运不出去 卖不掉 就会成片地烂在山上 怎么办 族编们发现 这里原生态 古老品种 老邱蔗 最适合的就是榨糖 榨糖的时间不能拖 因为超过一周时间后 采摘下来的甘蔗不新鲜 就榨不了糖 在木搭石器的屋棚内 甘蔗被榨汁机挤压出汁水 汁水经过沉淀 取出泥土 纤维等杂质 吐气的一溜长灶上 是几口大铁锅 灶里燃着晒干的甘蔗叶和甘蔗渣 这汁就在铁锅内反复熬制 每一口铁锅是熬糖的一道工序 榨汁开泡 赶水 打沙 成型 从西到农 美国这汁呈现出次第不一的琥珀色 十到十二个小时之后 金红色的糖浆倒入模子 红糖坨子就在自制的主板上 满而冷却成型 这样制作而成的红糖 因为没有水分 而高糖环境可以使接近它的微生物 脱水而死 因此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放上两年 这些红糖也不会腐坏变质 而人们还可以最终享用到 甘蔗里几乎全部的营养成分 如果要运送出去的话 也只需要这样的简单包装 你看 为了防止水果的变质呢 最好最快的方法就是 就近的采收和加工 这样不仅能原汁原味地 保留下来水果里面的营养 而且不用添加任何的人工的添加剂 好了 很多人就开始关心了 这些原生态的水果的加工方式 已经快要成为活化石了 我们以后可能都见不到了 那么现在我们面临的是 工业化 规模化的生产模式 你想啊 要满足这么大的市场 要长途运输 而且到了商场以后 要在货架上要进行一个 比较长时间的售卖 那你生产的产品不加东西 这可能吗 的确 面对市面上 你老满目的水果制成品 或者果汁饮料 很多人也是物理看花 以果汁为例 在商场货架上 各种各样的果汁 就有含量为百分之十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五十的不同果汁 这些非纯果汁的饮料里 一般都是有其他物质的添加 但是标明百分之一百的纯果汁 它们是否真的就是纯的呢 如果不添加任何东西 这些液态的果汁 它们怎么可能做到 十二个月以上的保存期呢 我们来看一杯鲜榨苹果汁 从刚榨出来 刚放置一分钟 就迅速氧化 马上变黑 从里面取得的样本 经过一小时 六小时和二十四小时的 细菌培养后 明显可以看到 常温下和空气接触时间 长了以后 这样的苹果汁 绝对不能再饮用了 而一杯从市场上买来的 同样是百分之百的苹果汁 一段时间后 颜色却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开盖后 常温放置四十八小时 一般还可以饮用 这是什么原因呢 保存期是延长了 但是它真的没加防腐剂吗 其实和红糖一样 果汁最初的榨取 也要靠近果园 水果采摘下来以后 第一时间 要送到最近的果浆厂 经过多重清洗和筛选 品项完好的果子 被打碎去除杂质 经过快速蒸发去除水分 就剩下浓稠的果浆 还是和红糖的原理一样 这种高糖的液体 细菌也并不喜欢 所以当水果园浆 被送到各地果汁厂 然后经过密封管道里的种种工序 最终果浆又被还原成果汁 整个过程细菌都无法靠近 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加防腐剂 它能够保存呢 第一我们的设备的生产线 你如果去观察一下的话 它都每条生产线都得上亿元人民币 这是第一个 第二它的生产环境 它生产环境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第三它的包装材料 包装材料也是非常 基本上目前都是从欧洲进口 这个包装材料 所以这里面就是你的原料 你的生产工艺 你的生产设备 都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就不需要再加防腐剂 一条生产线一个小时生产四万瓶果汁 但是整个车间却只有两三个人 密闭的管道 高度自动化的设备 使细菌无缝可入 果汁也无法接触到任何污染源 和添加防腐剂的化学防腐方式不同 这种无菌冷罐状工艺 属于物理防腐 它可以让包装后的果汁 保存一年以上 那么这样的生产线 生产出来的果汁 是否就真的没有防腐剂呢 先炸果汁的时候 它的那个小型的扎制机 它绝对做不到 每十分钟二十分钟 就要杀菌一次 就全部杀菌一次 它扎制的时候 它是暴露在空气这个过程中的 它也不能来排除空气中 对它的污染 所以那个时候 先炸出来的果汁 你如果拿到任何一个 监测机构去 它的大肠肝菌 它的污染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新鲜 营养 水分 都是细菌最喜欢的生存环境 那么这样生产出来的果汁 仍能安全保存住 营养和水分 它里面就真的没有防腐剂吗 眼见为实 我们需要通过特殊仪器 帮我们看看 里面是否真的没有 防腐剂的影子 这个检测实验 需要由标准样本来参照 在标准样本里 因为添加有防腐剂 所以在检测图谱中 出现了防腐剂 特有的波峰 而如果用百分之百 纯果汁做样本 如果在相同的时点 也出现了相同的风 就说明有防腐剂 那么事实结果 是什么情况呢 下面是我们的标准品 普图在8.2分钟和11.9分钟 出现两个风 说明标准品 普图中含有防腐剂 上面是我们的样品 普图在幸运的时间 没有出现风 说明我们的果汁中 是不甜点防腐剂的 水果的保存 是延续千年的秘密 也是现代工业的秘密 秘密的关键 就在于 低温可以让水果 跑赢时间 隔绝空气 和保持高糖环境 可以防止细菌侵扰 不要小看中国人 在水果及衍生产品上 所掌握的秘密 我们在这些行业里 已经临跑世界 现在 中国每年有一千万亩果林 产出的水果 都被送入工厂 五颜六色的果汁 被生产出来 其中 中国生产的苹果汁产量 居世界第一 美国市场上 80%的苹果汁 就全部来自于中国 多一份了解 多一份安心 也多一份应对不安的准备 那么 我们在市场上 路边摊随处买来的水果 在渠道不明的情况下 我们该怎么吃 才更安全呢 北京农学院的赵建庄教授 准备用日常清洗水果的 几种方法来进行比较 他分别用小苏打 洗洁剂和清水 对水果进行清洗 想让我们看看 哪一种清洗水果的方法 效果最好 水洗的效果是最差的 这个洗力剂和小苏打洗的效果呢 小苏打略高于洗力剂 也差太多 所以这效果情况是这样的 都比水洗的效果要好 从比较结果来看 专家认为 流水冲洗效果不明显 洗洁剂等清洗用品 虽然清洗效果较好 但是它们本身就是污染源 如果不进行多次冲洗的话 洗洁剂进入人体 同样有害健康 所以购买水果时 为安全起见 不要贪图便宜 随便购买 最好是认准渠道 购买有机绿色的水果 水果被人类食用了几千年 从前是这样 以后也是 我们希望 当人类享用这些 大自然的精华时 从不担忧 而是大快朵頤 等一下啊 姐姐把这个芒果 给你们变成一朵花 好吧 你信吗 信 好嘞 咱们现在开始了 好 从前呢 我们获取水果的渠道 相对于比较简单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 很轻易地 从水果超市 商场 甚至是水果的路边摊 来买到它们 但是这些水果的 进货渠道 我们并不了解 那怎么办呢 其实啊 只要好好地 听从专家的清洁建议 做好清洁工作 在掌握了足够的 安全知识的前提下 我们就可以来好好地 享受这些天赐的美食了 一则引爆媒体的苏丹红事件 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微生物 寻找神奇的高原红区均 发现未知的微生物世界 走进科学 清科红啊 明镜与点点栏目